著名教授一中天的一段话,好经典,再过若干年,我们都将离去,对这个世界来说,我们彻底变成了虚无,我们奋斗一生,带不走一草一木,我们执着一生,带不走一分虚荣的暗暮。 今生,无论贵贫富,总有一天都要走到这最后一步,到了天国,豁然回首,我们的这一生,形同虚度,所以,从现在起,我们要用心生活,天天开心快乐就好,三星繁华,弹指刹那,百年之后,不过一捆黄沙,请善待每个人,因为没有下辈子,一辈子真的好短, 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,可走着走着就剩下了曾经,又有多少人,说好,做一辈子的朋友,可转身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,有的明明说好明天见,可醒来就是天歌一棒。 所以,趁我们都还活着,有爱时就认真的爱,能拥抱时就拥入怀,能牵手时就不放开,能玩的时候玩,能吃的时候吃。 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,不要做饭脸比翻书还快低人,互相理解才是真正的感情,不要给你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,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,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。 没有绝对的傻瓜,只有愿为你装傻的人,原谅你的人,是不愿失去你,真诚才能永相守,珍惜才配偿拥有,有力时,不要不饶人,有能时,不要嘲笑人。 太精明遭人业,太挑剔遭人嫌,太骄傲遭人气,人在世间走,本是一场空,何必处处计较,不不不让,话多了伤人,恨多了伤神,与其伤人,又伤神,不如不凡神,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,悠然自在,世间的理争不完,争赢了失人心,世上的力转不尽,差不多就行,才知人散,才散人聚。 心幸福,日子才轻松,人自在,一生才值得,想得太多,容易烦恼,在乎太多,容易困扰,追求太多,容易累倒,好好珍惜身边的人,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相识,好好感受生活的愿,因为转瞬就即逝,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,因为只有今生,没有来世,活着就是情力。 健康快乐最值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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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